今天呢 我要挑戰的是 我要用一萬塊日圓過一天 第一張風來然後去進更事 真正體驗到了日本的公車的擁擠 對 真是 哇 始料未及 剛才因為我不懂 就是我不太知道 然後其實就說 欸 要下車 大家早安 我是Tim 然後呢 今天是11月3號 然後是我來日本的第七天 對 然後呢 今天呢 我要挑戰的是 我要用一萬塊日圓過一天 對 所以就讓我看進去 我會去哪些景點吧 Let's go 現在呢 現在新水五條 然後我要先去 先去東福寺 然後轉JR 然後到京都 像這樣 好 那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了 我現在先去來買個喝的 那有點可 只有想說 先去就是一家店 然後去買喝的 對 我們一起去看看啊 它是在 京都車站裡面 京都車站的二人 然後我之前 就是 前幾天有來買它的那個巧克力盤 然後我想說 今天買一杯熱茶 欸 肚子有點痛 我想說來買一杯熱茶 好像喊肚子痛 好 沒關係 M1 黑茶 裡面的雷門 然後 再走 那到我的熱紅茶了 然後我現在要 準備去大公車 對 嘗試看看有沒有看到 因為前幾天一直沒有機會 所以說 好 今天要去一個地方 然後它需要大公車才會到 所以有想說 好 今天就 然後又去大公車了 這邊就是京都 京都車站 第一張我們要去京哥的市 來京都怎麼可以不去京哥的市呢 所以我就從京都車站 然後搭二五個公車 然後大家準備從京哥的市到這裡 對 就讓我們等一下看京哥的市囉 我們已經 要京哥市站了 然後 準備去京哥市 大家有看到這個路牌嗎 只要 沿著那個路牌 其實 應該等一下就會到了 應該很快 對 不過 搭車花了一點時間 而且 我 因為今天其實是國定假日 就是11月3號其實是國定假日 然後呢 我原本以為可能不會很多人 所以 但是沒想到 就是 真正體驗到了 日本的公車的擁擠 對 還有地鐵的擁擠 真的是 哇 實料未擠 因為整個是代表的狀態 幸好我在京都站的時候 就已經先 就已經先上車了 所以還有位置 然後後面幾乎都是用擠的 在這裡 好 它原本其實叫陸院市 但是 大家可能 因為就是它 外觀是那個 山山發展的 所以 大家也會叫 叫它京哥市 好 大家 第一站呢 我們來到的就是 金閣寺 然後呢 在我身後這邊 就是大家最常最常會看到的 然後也是京都最有名最有名最有名的景點 然後呢 在這邊呢 就是我們的鏡面池跟設立店 對 所以來京都的話 一定可以來看一下 你看它外面就是 金光閃閃 然後加上陽光 因為今天天氣很好 所以反射就是 金光閃閃的模樣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 有空的話可以來一下 來參觀一下它 好 那我們就進去囉 是不是超美的 超級漂亮的 我呢 剛剛買了一個玉手 對 就在前面的時候 然後開箱給大家看一下 我買的是 這個 水藍色的 然後它聽說好像是 就是求戀愛的 就是 可是我覺得 因為它很好看 所以我就買了 就是作為一個金閣寺的 紀念 這個就是貴人堂 然後聽說 就是如果我坐這個椅子的話 就會有貴人 那個意思 就是會有貴人 對 那些人 那些人 就是貴人 那些人 就有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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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有貴人 對 就有貴人 好像是貴人 對 我們剛剛賺完金閣寺了 對 然後 現在要出貨去下一站 來看看囉 本來呢 剛剛我是坐二零湖吧 然後結果後來因為中途又要來轉帳 所以我現在目前在這邊 然後剛才因為我不懂 就是我不太知道 然後直接說要下車 然後結果後來要下車 問了後面的日本人 然後他很親切 然後他就跟我說 在這邊等就好 因為他也要去這樣 好 那我們就等下公車 然後在這邊轉帳 我也要去請問 你要去看嗎 但是我沒有人 好 我會跟著你 我們要去看嗎 我們要去看嗎 我們要去看嗎? 超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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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你去沙漢門? 因為我聽說那裡是很美的 這裡是最古老的 所以我希望去參加 OK 掰掰 好 然後我們順利抵達夏夏神社了 對 然後剛才有兩個非常非常好的日本人 然後帶我來這邊 然後我就想說 就是他們帶我到夏夏神社這樣 然後就期待下次他們來台灣玩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前面這個就是 就是河河神社 然後他們最近好像有 就是 其實他們有一個 我中是 Lights of flowers 對 這個應該很漂亮 好 那我們就進去吧 第二站喔 我們來到了就是 河河神社 這個就是 進繪馬 然後它可以自己畫 然後 它是 這個是最原本的 給大家看一下 這邊 這邊 大家可以看到 各式各樣 就是大家畫的 不一樣的進繪馬 就可以 就是如果你畫完 就可以放在這邊 去完河河神社之後 然後可以去 接著去 就是遠一點的 夏夏神社 對 他們就在附近 就在旁邊而已 其實很近 好 那我就前往夏夏神社了 然後啊 剛剛那個河河神社啊 它算是被 奉為就是 女性的守護神 對 然後它守護 女性的安產啊 育兒 結緣或者是 美麗啊 漂亮這樣 對 所以其實你 你一進去其實一眼就可以看完所有 對 然後還有就是 他們很有名的那個 晉繪馬 就是當地很有名的 然後你可以為它化妝 然後接下來要去的下一家神社呢 就是它算是 日本最古老 然後最中貴的神社之一吧 然後它也是世界遺產 它其實裡面也會有蠻多種就是 就是小型的 就是神社這樣 所以來這邊也可以參觀就是很多的 小型的神社 對 他們就是都在一起 對 然後裡面也參觀也不用悶一下 所以 就是我有來 可以到初丁流 然後 走路大概十分鐘左右就到了 然後我剛才是一大公車就直接直到 就大概走 那幾分鐘就到了 這裡就是下一家神社 這裡真的超漂亮 超 就是超美 然後人也不會很多 然後 而且可以到處 就是可以看到就是 有蠻多日本人 都在這邊 拍照啊 然後穿著 浴衣 我自己是1997年 然後剛才 那個日本人 就跟我說 啊我其實是醜年 所以我在這裡 對 我是這一個 最近剛好呢 在夏陽學社裡 有一個 特別的展示 關於那個 花的光 它是用 它是有點像是用 金屬做的 可以花 但是非常非常特別 然後 對 雖然裡面沒有拍照 因為其實裡面不算太大 就是大概只有兩個 兩個 貴 所以蠻快就可以看完 但是 仔細看的話 會發現 就是 蠻細緻 然後 蠻厲害的 蠻精緻的 所以就 推薦給大家下囉 這邊呢 就是 就是 玉手洗腳 然後 就代表說 可以洗去罪惡 與病痛 然後保佑婦女順產 這樣 這邊還有第二個 第二個展場 剛才我們看到的第一個 這是第二個 所以可以繼續 要的話也可以進去逛 然後也繼續逛啦 然後也繼續逛啦 雪櫥 然後 阿璽 還可以 牠們 收拾 葉子 一天 很大 有 拍照 可以 採摘 找一個 很大 又 已經 來 除眼 這算是公之花的一個展覽 大家可以看到從葉片打在那個玻璃 然後反光到呈現出陰影的模樣 好,那我現在出來巷漾實測了 然後我現在準備想要去出丁柳 然後搭車,然後到平安神宮 然後下午大家就再到警示場外望 然後再來去大阪Shopping 一出來這邊真的是風景 就算是路景,算是我看過 數一數二,超級漂亮 這邊風景也是很美耶,你看 我們到平安神宮了 你知道我身後的就是平安神宮 那我一直進去吧 我剛才有穿過的地方是陰天門 然後呢在眼前我樹立的就是大極電 這個 這個大極呢在日語中就是宇宙本體 大霧山城更遠這樣 落葉歸個嗎? 那霧更遠的這種感覺 好像是這個意思 我們一進來神宮呢 這邊左邊的就是白虎樓 然後右邊可以看到的是昌龍樓 我們來看一下 他們這邊呢就是許願的會 所以你就可以把你的願望寫在上面 然後是 它也有那種運勢的 就可以把它綁在這邊 所以它就會有很多 很多條 很像那種 雪啊的那種感覺 我不知道是因為今天文化日的關係 還是平常就也 所以在那個平安神宮的前面 就蠻多攤販的 所以算是 人擺攤的概念 市集的概念 不錯耶 這邊的市集 我自己本身就還蠻愛逛 市集的 然後剛好 就在平安神宮前面就有 只是我不太確定是 因為今天是文化日的 還是 就是平常就有 但是我覺得很喜歡看到這種 就是比較當地 小物啊 或者是 衣服啊 或者是之類的 東西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八板神社裡 裡面的 然後其他都是只有一個 啊 所以這都是只有一個 一種 對 就只有一個設計 我只做了一種 妳是從中國哪裡 我從中國 湖南長沙 喔 您是 我是台灣 對對對 我有很多台灣的朋友 真的喔 對 所以妳有來過台灣 沒有 我很想去 但是現在辦不了 因為現在比較麻煩 對對對 對我來旅遊 你一個人嗎 今天是我一個人 那這樣 今天想說自己出來灌一灌 對 這個也還挺 就是稀奇的 他們可能一個月就一次吧 但是其他的州 他會有其他的 就比如說 販賣古董啊 什麼的 因為今天是駐日 日本的駐日 駐日應該叫做自由市場的意思吧 所以是每一個月都會有 每個月都會有一次 然後今天是駐日 所以日期會比一般的時間 要早一點點 我想說禮拜四 不是大家在上班嗎 對對對 是特別的休息日這樣 了解了解 好 那有沒有想到這個 好呀好呀 你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送你一張這個 這麼好 對 你可以挑一張 或者是這個也可以 就其中的一個 哇 對 那我選 我選最上面的一張 好 謝謝你 謝謝 太感動了 謝謝 掰掰 掰掰 好 謝謝 就是我剛才買了一個教室 然後 還有得到一個 爺爺手繪畫 開心 好 那我們就 那 逛完 平安神宮之後 那我們就前往下一站囉 景市場 GO 意思在呢 我們來到的就是我身後的景市場 他現在平常就是 中午的時候有開 然後開到 下午五點還五點半 所以呢 現在趁中午的時候 下午 現在 最近中下午 所以先來逛一逛 裡面 然後順便吃一下東西 那我們就出發去景市場囉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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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